第2179集 龙翔巍巍的一笑 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不免之夜 他可听说了 现在的管理者是新来的 十年一环 这家伙的命真不好啊 他刚到这里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活该他倒霉 逆行本来已经休息了 但是他今天晚上却无法入眠 白天的汇报对他来说还是一块心病 他不知道龙步来的消息准确 但是想想牢不可破的吴山中狱 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担心了 这个地方存在了那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他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差 刚一上任就会出事 不过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他来说倒也是一个机会 他一个人立板狂澜 岂不是更能证明他的实力 想到这里 逆行便披上了衣服 他要去死亡之谷看看 这个地方是众狱最强的防线 想要离开众狱 必须从这个地方离开 还好 死亡之谷高高的城防安然无恙 大灯把这片谷地给照得灯火通明了 这个地方 经过改造 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现代化的防守地 里面的人就算是突破重围 也不可能从这里逃得出去 易先生 防守的守卫认出来了逆行 一行人对他微微地施礼 这里有什么情况吗 回易先生 一切正常 守卫队长有些奇怪 历任的管理者 从来不会到这里来的 但是易行刚来上任的新管理者 他来到处转转 也是情有可原的 想到这里 这名守卫便是 这是仲狱最大的一条防线 务必提高警惕 请易先生放心 仲狱成立这么久了 还从来没有人 能达到死亡谷这条线的 守卫信心满满地说 那就好 逆行微微地点点头 他抬起头 看着忧深的死亡之骨 他突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乌山仲狱 可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 这可是号称世界上 最安全的地方 国外一些管制不了的人 都会被送到这里 因为这里绝对安全 他觉得龙步就是想看看他的笑话 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吧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看着夜空中的繁星 逆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他突然想起了水仙白天所说的话 每任管理者 必须认够十年才能离开 但是他来这里的时候 他的叔叔可不是对他这么说的 对方告诉他来这里 只是杜金罢了 家族很快就会让他回去 执掌大局 对于逆家的争斗 逆行也是感觉到有些忧心 因为他不在一天 家族就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真的待十年 他回去的话 将会真的一无所有 不过随即他摇摇头 把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给甩出脑外 家族怎么可能会让他在这里待上十年呢 就在这个时候 死亡之谷的对面 一抹流光升起 然后在半空中炸开 无数的流光四散而去 整个死亡之谷在这瞬间亮如白昼 出事了 逆行张大了嘴巴 一时间争在了当场 吃惊的不止他一个 前一秒还在向他保证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魏队长 更是呆若目击 因为这是众语防线崩溃的信号 信号一发 就代表有大批量的人 从众语中涌出来 而他们 必定会经过死亡之谷 虽然死亡之谷里面 有着数不清的机关陷阱 他们的手墙上 还有着无数现代化的武器 但是自从众语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以前就算是有人想逃出去 也绝对破不了第一条防线 但是这一次却是大规模的涌了出来 这让他们感觉到有些紧张 毕竟关在里面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防守 逆行最先反应过来 他私声吼道 不能让一个人逃出去 如果逃出去一个人 所有人提着脑袋来箭 快 防守 是 魏队长也反应过来 他大手一挥 警报声响起 墙上所有的重型武器全部打开 对准死亡之骨 无数颗照明灯冲天而起 将整个死亡之骨照得亮如白症 然后 偌大的死亡骨 居然没有一个人 难道是误报吗 正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响 城墙剧烈地震动起来 好多人立足不问 普通一声倒在地上 城墙是中狱初见时的墙 是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制造 比起近代的水泥墙都不成多让 更重要的是 近代又在城墙外面 住了一道高强度的钢板 这一切更是让这里几乎不可破 但是无形中一击重击 让偌大的城墙轰的一声 几乎塌险 所有人都很狼狈 他们爬起来 心惊地看着下方 所有的重武器对准对方 随时准备开火 但是死亡之骨里面 还是空空如影 就在这个时候 逆行眉头一皱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前方 只见他正前方的空气 微微地有先扭曲 若有若无的天地能量 似乎在这一瞬间 都向这个方向汇聚 他有理由相信这里有问题 对准这个方向开火 逆行死生叫道 所有的重炮调整 对准了前方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火 只见一个白衣青年 突然凭空出现 他咧嘴一笑 一拳向前轰去 轰 空气在这瞬间扭曲 像是燃烧起来一般 如同流星一般的全劲 几乎是瞬间极致 轰的一声响 城墙也扛不住这一拳 晃了几下一半墙体倒塌了下去 庆幸的是这一拳的范围 没有那么大 这青年被击飞了下去 直到现在 死亡之谷里面 隐约的汗叫声才传了过来 这是死亡之谷里面的陷阱 起到了作用 死亡之谷里面 生存着大量的特殊生物 这些东西饿了这么久了 而那些人闯进来 正是他们的美味 龙翔带着一群人 在后面远远地观望着 毫无疑问 跑在前面的都是炮灰 这些家伙们也是被关得久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 可以逃出去的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不好好的 珍惜这个机会呢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 血魂甜甜嘴唇 他的双眼有些血性 等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前面的人 正在抵消大部分的陷阱 他在为我们开路 中狱里面的情况 我已经弄清楚了 如果这个时候 贸然地出去的话 绝对是死路一条 那些家伙们 抓我的时候 用了些手段 我猝不及防之下 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血魂冷笑道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嗜血的光芒 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家伙 现在被打穿了锁骨 关在这里这么久 他的一身怨气 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宣泄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再等等 你锁骨上的多命锁 我只去掉了八根 有一根需要时间才能取出来 所以你的实力不是巅峰 贸然出去 你会有苦头吃的 头儿 为什么我们突然要走 有人不解地问 这个地方 越待的时间长 一直就会越消沉 我在趁着我的意志 没有彻底消沉之前 带大家出去 创出一片新的天敌 只有这样 我才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龙翔不愧是天生搞这一套的 他就这几句话 就把这些人说得热血沸腾 且服服帖帖的 他们坚信 跟着龙翔 一定能闯出来另外一番天敌 黑椒没有说话 他一直在沉思 亲卫 有什么问题吗 看出来了黑椒的犹豫 龙翔上前问道 前面的应该差不多了 虽然闯出去的人多 但是大多数人的实力 尚未完全地恢复 所以前面的守卫并不难熬 改我们上了 毕竟我们这一群人 是巅峰状态的 龙翔这些天 一直为今天做着准备 而且他在悄悄地 为自己的班底恢复实力 但是前面的炮灰 可大部分的人的实力 都是没有恢复的 毕竟龙翔 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前辈说的没错 是时候轮到我们上了 兄弟们 重破这道屏障 以后我们海阔天空 自由快活 我保证 一定会带着大家 闯出一片天地来 请相信我 一切都听龙先生的 有人高喊道 一瞬间 这支队伍沸腾了 你先生 先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 我保证 不会有一个人 能从这里走出去的 卫队长道 你确定吗 逆行紧紧地握着拳头 说真的 现在他有些紧张 如果这些人 真的一窝蜂似地 跑出去 他还真没有办法 我保证 刚才 你也是这么向我保证的 可是结果呢 逆行有些愤怒 这不是号称乌山众狱吗 不是号称牢不可破吗 今天的事情 算是怎么回事 这个 今天是意外 卫队长愣了愣 的确 今天是一个意外 因为众狱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意外 你可知道众狱 这里允许发生意外吗 逆行愤怒地吼道 众狱里面 是不允许 有这样的意外发生的 如果一旦发生了 这样的意外 那就代表众狱急迫 而众狱里面的人 如果闯到社会上 将会发生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就不敢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巨响传来 随着这场巨响的结束 一群人涌了出来 这群人大约有上百号人 为首的正是龙翔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冲破了防线 这群人 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实力 他们的实力 不是都被压制了吗 逆行感觉到双眼有些发黑 他也不是一般人 自然能看出来 这群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群人看起来中气失踪 而且每一个人身上的气息 都很强大 他有理由相信 这些人的实力 完全不受压制 要知道 这里可是注意 不管你在外面再凶 只要到了这里面的实力 你都会被压制 最厉害的一个 肩胛骨上 都被钉了数十颗锚钉 甚至气海 都被锚钉给打穿过 为的就是压制这些人的实力 让他们有力气也施展不出来 可是现在呢 这群人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 逆行的想象 想想吧 如果众狱里面 有百十号 不受丝毫压制的人 闯出来 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足迹 最大火力足迹 魏队长已经喊出声来了 只不过他的声音 有些绝望 他也是前不久才胜的魏队长 负责的就是 众狱的这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这群实力 不受任何压制的人冲出来 他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更何况 防线现在已经溃烂不堪 刚才那个实力超强的年轻人 两拳把防线给轰得七七八八 万一这群人冲上来 那后果将真的是不堪设想 现在只有拼了 众狱的最后一道防线 绝对不能在他这里出事 突然 人群当中一团黑气涌起 一条黑色的蛟龙陷出圆形 一道黑色的龙溪喷出来 死亡之骨的温度 在这瞬间便下降了几十度 防线几乎是在瞬间溃败 龙翔大喜 他高喝道 大家不要恋战 快点离开 离开死亡谷之后 以后海阔天空 任我逍遥 不能让任何人离开 擅闯防线者死 逆行思喊道 他清楚 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人 能越过防线 那对他来说都是极其的不利的 他就算是拼了命 也不能让任何人离开 残余的巨炮起起的转头 对准防线上的缺口 一瞬间 光滑四起 巫山仲狱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各处 那一夜 对于逆行来说 是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那天晚上 龙翔带着二十余 仲狱的犯人硬闯出去 仲狱中所观人数 伤亡惨重